對方擊球出界 波蘭吉世界球後 斯維亞蒂激動跪地吶喊 因為他成功衛冕法王女單冠軍 斯維亞蒂在週六的決賽中 對戰義大利小鋼砲鮑里尼 第一盤第三局就靠著底線重擊 首先破發斯維亞蒂 不過紅圖女王不是叫假的 斯維亞蒂立刻給第一次闖進決賽的 意大利黑馬震撼教育 下一局回破發球 再一口氣連拿十局 賽末點斯維亞蒂外角發球 逼得鮑里尼回球出界 最終斯維亞蒂只花費68分鐘 就以6比2與6比1直落2擊敗鮑里尼 在2020-22-23年之後 第四度在法王豐厚 同時收下生涯第五座 大滿冠冠軍 謝謝你 我告訴你 我總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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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第二次回合中 所以 謝謝你們 你們 在背後 我還需要相信 這次會成功 23歲的斯維亞蒂成為達成法王四冠紀錄 年紀最小的女單選手 是唯一25歲前達成這個成就的球星 也是自小威聯斯2012-14年連續三年贏得美網冠軍後 第一位在大滿冠賽事中三連霸的女性 她能夠抵抗她 非常好 她很可憐 落敗的鮑里尼也驚嘆斯維亞蒂的表現 並表示對自己堅持到底感到滿意 至於法王男單冠軍 將在台灣時間週日晚上 由德國名將 紫維利耶夫 與西班牙新生代好手艾卡拉茲 一決勝負 TV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